陸委會天天談滲透的問題 安全局天天談資安的問題 然後海基會天天談 這個兩岸善意交往的問題 那這一些三個單位不同掉 那請問你是一個政府 兩個政府還是三個政府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直說的主講人張有華 台灣的陸委會現在變成 這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講陸委會變成 就如同中國大陸的國安部一樣的 他有三件事情 讓大家感到非常震撼 第一個 他們在議事堂上公然的講 這個是公開的講 他說以後進入中國大陸地區 你要帶新的手機 新的電腦 還有新的3C產品 否則的話 你一旦進入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就有權力 全面的檢查你的手機 電腦 包含 3C產品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 他現在發布陳設警戒還不夠 他還暗示 說現在中國大陸 從去年到今年 無緣無故拘留台灣51個人 15個人受到了盤查 但是事實是什麼 他不講 這個是第二 那你第三個 除了陳設要變成紅色警戒以外 他是說台灣人要進入中國大陸 是進入到一個高風險的單位 進入到一個高風險的地區 你們要自己注意 那顯然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們在中國大陸出了任何問題 不關我的事啊 我已經告訴你 叫你不要去 這個三個 那你說像不像一個 就是說陸委會是執掌 兩岸之間的交流 那這種交流 大家都往善意的地方走 可是陸委會是往惡意的地方走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陸委會的態度 就是希望兩岸不要交流 況且他現在發布很多清晰怪怪的消息 這種清晰怪怪的消息 請陸委會指正兩個例子 就是說51個人跟15個人受盤查 你51個遭受到拘留 請陸委會舉出詳細的數字 跟詳細的事實 讓台灣人民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不能夠說 僅憑數字 僅憑數字 就是說這個地方 你最好不要去 因為兩岸之前 截至目前為止 他還沒發生戰爭狀況 他也不是戰區 就是說危險的區域 你最好不要去 這個是大家通通知道的 像你好比說以哈戰爭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他可以規勸你在這個時候 不要去以色列 否則會發生安全或者危險上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可以理解 或者恩烏戰爭 你就不要到烏克蘭去 因為你也會 發生危險 但是他現在不講 兩岸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把結果告訴你 但是這個結果是不是事實 是誇大還是事實 陸委會他要說明清楚 否則的話 那你這樣子去恐嚇老百姓 吃飽飯沒有事情幹了嗎 那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現在安全局好像成為一個叫做大陸師 現在的安全局 他對於所謂的情報的評估 因為那你是評估情報的 你又不執掌實際的業務 但是呢 我們安全局就好像變成一個大陸師一樣的 然後天天披掛算命 說台海危不危險 台灣安不安全 中國大陸他會如何 就變成一個大陸師 這個安全局那你執掌的是全台灣情報的龍頭 你不像一般的新聞記者一樣 好比說現在呢 他是說安全局 他是說到底有沒有盯燒台灣的電視台 他說他們半年前已經掌握到消息 兩個月前掌握到消息 那你為什麼不辦 就是任由這些事情在私下流傳 那請問你是一個情報龍頭機構 你要動用司法權 你可以通過警政署 你可以通過調查局 你也可以通過憲兵隊 你都可以 為什麼那你不做 為什麼那你不做 然後拼命的把小道消息擴大渲染 到了最後你查無實證 那你不是像那個大陸師一樣的嗎 那天天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的安全單位 現在沦為大陸師 更奇怪的 現在海基會反而成為了陸委會 你看海基會就是千方百計的 想要跟中國大陸重新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反而海基會一直在做的事情 當年成立海基會是叫你做事務性協商 好比說台灣 好比說台商的問題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兩岸防毒的問題等等那些 他是叫你做事務性 現在他反而變成陸委會 他提出了這個旅遊觀光應該怎麼樣 我們應該要什麼混訪出訪 到中國大陸如何 就是說現在的海基會變成陸委會了 對中國大陸最有善意的反而是海基會了 海基會不是要拼命陸委會嗎 現在陸委會跟海基會不同調 那海基會又跟安全局不同調 我想請問一下這不是亂了套了嗎 就是說每一個單位他有他的執掌 但是你不能與院裡的執掌 現在陸委會變成了 一天到晚講中國大陸的滲透 中國大陸 好中國大陸如何收買台灣人心 就是陸委會天天講的是 對中國大陸是一種負面的消息 況且他也想依據情資 那請問一下你陸委會是情報單位嗎 依據情資 情資一定是安全局給的嗎 因為陸委會不是一個情報單位嗎 你說依據情資 所以你這個制定的政策可以這樣子嗎 那你就把事實真相 你告訴台灣人民 現在陸委會變成一個情報單位 一天到晚講第五種對中國如何滲透台灣 我們如何進行反滲透 好包含這些東西 那反觀這個安全局呢 現在淪為陸委會的大陸司 那講的是抖音的問題 講的是小紅書的問題 講的是中國大陸的通訊軟體問題 那請問你是龍頭單位淪為陸委會的跑龍套角色 那海基會反而成為陸委會的指導單位了 我們兩岸應該要什麼正常交流如何交流怎麼樣 我們要打通跟兩岸關係的良好 今天講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台灣負責對於大陸安全的三個單位 他的角色完全不一樣 這不是亂的套了嗎 當CIA他執行的是美國國務卿的責任的時候 那你說會不會亂套 當美國國務卿他做的事情是國土安全部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會不會亂套 當美國的國土安全部他做的都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做的事情 那你說會不會亂套 情報是強調審核的 但是現在三個單位的情報通通不一樣 三個單位講的事情也通通不一樣 那你說那新的兩岸政策一定撞車撞牆撞壁 是誰賦予他們這些權力 現在民進黨上台以來 這些問題我看的是最為嚴重的 最為嚴重的就是說陸委會天天談滲透的問題 連安全局天天談資安的問題 然後海基會天天談這個兩岸善意交往的問題 那這一些三個單位不同掉 那請問你是一個政府兩個政府還是三個政府 就是證明賴清德的兩岸政策撞車撞牆撞壁是他自找的 是他咎由自取的 第九個單位的中共嬌 隨便的 解決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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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